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台北2050 我们要跟大家来谈书展 我想了半天 因为今天实在是对来宾比较不好意思 主持人的情绪受到很大的影响 因为怎么会两个我认识的人 居然几乎在同一个时间 一个是陈玉梅 她还好年轻 另外一个孤陈玉 我简直是打击太大了 她是一个非常非常nice 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个人 就这样子 简直是有点莫名其妙的就走了 我真是实在是 怎么会在过年前发生这种事情 大家要好好保重 听到了没有 各位听众朋友 尤其是最近天气多变化 请大家要小心 然后过年的时候 大家要平安 今天在我们现场 是光磊国际版权公司的创办人 他很年轻 就是你的名字 谭光磊 光磊你好 欢迎 你好李文 今天要来跟我们谈书展这件事情 从小到大 我就知道 一直记得大家都讨论说 台湾人为什么不爱看书 那更不要讲说 现在因为这个网络的世界 我都好怕有一天 然后现在又有电子书 我都好怕有一天 纸本的书会不会真的就消失了 然后我们也多年来 一直不断的听到 就是说出版界 那你想出版界不好 书店不好 卖书是已经确定 是不会赚钱的一件事了 你一定要透过卖别的东西 然后我就觉得说 这怎么办 那如果说你卖书都不会赚钱 那写书的人怎么办 那表示说你不可能 你很难很难 以写书作为你的志业 因为你会养不活自己 对不对 所以我就是挺担心的 光磊 因为我们过完年之后 又要办书展了 那么台北的书展 大家也都一直开始 有很多的想法跟意见 到底它应该要 它面临的是一个 什么样的瓶颈 那么光磊 因为很关心这件事情 而且你还到世界各大城市 所举办的书展去看过 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书展大概分为哪些类型 好不好 然后以台北来讲 你希望台北的书展 未来应该有什么样子的转型 或者是发展的可能 它现在面临的瓶颈 究竟是什么 好的 书展简单来说 可以分成两种 一个是我们所谓的专业展 一个是大众的零售展 那台北书展 其实比较是属于后者 也就是说 第一个它会开放民众入场 然后民众入场是干嘛 是要去买书的 那专业展就是说 它只开放专业人士 你只是出版社的人 或者你是书店代表 你是经销商 你是经纪人 那你去做的事情 一个是版权的买卖 一个是进出口 那一般来说 比较不开放民众进去 就好像一般 我们很多的专业展 其实都是这样 很多的展 什么电器 很多展 什么机器的展 机械展 电脑展 什么的 它就是它最新的 最进步的一些 研发的一些东西 然后你通常是厂商去参加 对 那我们常常会讲说台北书展 不如法兰克福书展 或是不如伦敦书展 但是这两个展 其实都是纯专业展 你说法兰克福跟伦敦 对 他们基本上都是只有 业界人士会去的 那就算是开放民众去 也只是参观 不是说让他们去 去我去买书 因为你要买书 平常你们家附近 就应该很多书店可以买 或者是现在你上网买就好 为什么要到书展去买呢 对 而且它那个定位就是 它是给专业人士的嘛 那法兰克福书展 为什么这么有名啊 我觉得可能跟它 历史悠久有关 他已经办了超过一百年嘛 对 那就变成是说 全世界你只要是想要买卖版权 你想要进出口 你就是要去那个地方 那我觉得有它的历史意义 加上说它经营的非常好 所以时间久了 就自然变成一个重镇 是是是是 那么以现在台北的书展来讲 基本上你刚说的这个专业的功能 其实好像挺有限的 它一直有 但是就是主要还是靠零售 那这几年 有点像一个一次的大拜拜 大庙会的感觉 对 但是它又不像 因为台湾现在的 我觉得问题在于是说 书的折扣其实很大 新书出来就79折嘛 然后还有66折 对 所以你其实根本不用说 等一年一度到那边去买 对啊 那你又有网路可以买 7-11可以取货 到处都可以买 所以它不像以前那种大拜拜的性质 那么重要的 不像说你比如说香港书展好了 大家觉得说香港书展办的很棒啊 一年一百万人去 对 可是香港人很多就是一年只去买 那么一次书 平常不买 那这个跟台湾就不一样 因为台湾你每天都可以买嘛 所以 所以香港就习惯一次大采购这样子啊 对 而且他们的书店也没那么多 哦 他们就一年搬一堆书回家 哦 那台北所以就是台北书展的零售这个功能是慢慢在减弱 那大家就在讨论说是不是要加强专业这个部分嘛 能不能够想办法请到更多的外国的厂商来 来不管是做版权买卖也好 还是做交流 或是说办一些作家活动这样 所以说您觉得其实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现实 那么台北的书展要继续延续下去 应该要开拓这一块的领域 就是强化所谓的专业版权买卖的这一块 我就是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强化专业这个部分 那民众这一块呢 我们不可能把它完全变成专业展 那你要如何强化民众这一块 可能就是说你不要再把它当成一个 纯粹是零售的一个展 那你可能要加强的是作家活动的部分 那民众可能他买票进来 不只是我是进来班书的 我是因为进来我可以看到我喜欢的作家 我可以听他演讲 然后或者说 他们现在也是有在办 但是也可以在强化 对就是他们是慢慢有在往这方面转型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方向 那么我因为我有认识一些朋友 在台湾这些所谓的知名作家 在办这种就是怎么讲 座谈会吧 或者是说演讲会的时候 不管是在书店或哪里的时候 其实来的人也不多 是不是 就看事前的宣传 除非你卖的是那种比较 我不知道现在畅销的书 哪一种书比较畅销啊 因为绝对不是我在看的书 所以我实在是很不熟 最近很畅销的一种书是 日本的教你如何每个人都可以劈腿 你的身体可以柔软 但是可以卖了几百万克 身体的劈腿不是真的劈腿 不是那个劈腿 不是感情的劈腿 这种就是养生的书 这种书一直卖的很好 减肥的书 现在流行的是这个 或者说像被讨厌的勇气 也是一直卖的很好 那是什么书 是一个也是日本书 然后它是根据一个古代的哲学家 那我觉得这本书其实就是 就是卖一个书名 什么叫被讨厌的勇气 你就会觉得说 对啊那我不要怕别人不喜欢我 我就是要被讨厌的勇气 其实它里面讲的不完全是这个东西 但是因为这个书名就很有梗嘛 这书才卖了几十万本 是哦 这台湾啊 台湾书可以卖几十万本啊 对对 就是超级长小书 是哦 这真的是大看眼界 我真的是 对一般书都是几千本嘛 甚至几百本 对啊 现在都是用几千本几百本在算 好惨耶 很多书都卖不到一千 对啊 那我就在想说这种写书的人怎么办啊 他都要自己另外要有正职 写书是兼职耶 那我们就很难看到很好的作品啊 事实上全世界的出版都有受都一定会受到网路的冲击 受到电子书的冲击 可是对于台湾本来就已经很弱的出版业来讲 这样的一个冲击是不是已经面临了一种 出版业何去何从呢 那么这个书展怎么样能够透过你说的这个版权买卖 帮助到台湾的这个出版或者是书市 台湾的这个市场 一般来说 你出版的就是除了台湾市场以外 你可能会有的是大陆的简体市场 简体字嘛 那这个是一个看起来很大 但是实际上你不一定吃得到 因为交易过程中可能会有 你不一定了解对方 那可能会有收不到钱 或者说收不到版税 那还有就是说两边文化差异其实是大的 所以并不是说我今天在台湾很红 我就一定在那边能红 你如果不去经营那边的市场 你其实是跟一个美国作家很红 不一定在台湾会红 是一样的道理 那另外还有一个是外销嘛 比如说你可以外销到新加坡马来西亚 其他的中文读者的市场 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市场是 台湾几乎以前都没有做的 就是翻译成外文 不管是翻成英文 或是翻成日文 韩文 甚至泰文 那这也是我这几年一直在想做的 就是说你今天台湾市场也许不会养活你 但假如说你有五个市场呢 也许加起来的那个收入就是相对比较OK的 那这个东西对作者来说 不只是实质上金钱的收益 还有就是看到我的作品是在 我在韩国也有出版 我在泰国也有出版 我是国际作家 那请问一下 这也是大家很关心 就是说为什么以前台湾的书 台湾有很多写的很精彩很棒的 包括小说文学作品 可是翻译介绍到国际上的能见度是很低的 为什么以前大家都不做这件事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全 也不是不做 就是这个我们的出版业相较于西方 可能发展是比较晚的 所以我们是跟在他们后面 那整个版权交易其实就是西方人发明的产物 他们一定是他们制定这个游戏规则 所以其实全亚洲都是 你可以说从战后开始加入国际版权保护的这个公约 然后你开始去买外国版权 所以我们都是处于一个 我们是买方 这不只是台湾 包括中国大陆 包括韩国 我们都是去买别人的版权 我们很会买 但是我很喜欢看翻译的 尤其是这个西洋的很多的名著 对 很多重要的书籍 当你说你要卖的时候你觉得说我是文化弱势的 是 就自己会自我设限 自我设限 然后可能也不会去想到 觉得说可能不可能吧 而且可能 也跟最近中国大陆崛起有关 早期的话 可能这个国际上对于华文的东西并不是这么感兴趣 不一定有市场 学中文的也少 学中文的也少 你可能连一者都没有 对 那你现在学随着中国大陆崛起 中国热的出现 大家开始会好奇中国大陆的东西 或者是华文市场的东西 那你看像我就觉得大家都会觉得说韩国人很厉害 相对华文来讲 那韩文更弱势了 对不对 而且也比日文弱势很多 全世界只有韩国四千万人在用韩文 就是 可是他们 你想想看他们的流行音乐 他们的韩剧 带动整个韩国的流行 他现在是流行全世界了 对不对 那表示说他其实这种文化的壁垒 就是说因为你会觉得很不熟悉嘛 你看他的你看他的连续剧 你怎么会看得下去 你就不熟悉他的历史风土民情 可是韩国人成功的跨越了这个梵里 把韩国的流行文化推展到全世界 那么对于华文来讲 照理讲说应该比韩文的东西更有本钱 对 所以你是怎么样的一个 立即就是看到说 其实我们可以把台湾的一些作品 翻译到其他的国家去 你认为你有看到这个可能性跟商机的存在 有啊 因为我觉得我们因为是做版权引进起家的嘛 也就是说我们是把外国的书 介绍到中文市场 所以我们看的 我们比较会知道说 什么样的书在国际上是有卖点的 所以你用同样的标准来看 看台湾的书 也许你就看到说 这本书我觉得它因为有ABCDE 我觉得它是有国际潜力的 那这样子的书 我们就会愿意去试试看 推到国外去 那像我们从去年开始才发现说 韩国其实是一个完全没有开发的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因为韩国现在学中文的人 据说已经超过学英文的 对没有错 所以基本上搞不好 只要卖中文都不用翻译了 不是就是说他们 应该是说译者非常多 然后每个出版社都能很容易的找到 帮他们审中文书的人 甚至出版社自己就有人懂中文 你的意思说我们不用翻译好给他 搞不好可以他们买了我们的版权之后 他们自己找韩国人翻译 他们一定是自己翻嘛 但以前可能是说只有100个议者 现在可能有一万个 那他当然就很容易做嘛 就像台湾你要找人翻英文翻日文很简单一样 那当然以前他们买的比较多的是 可能都还是中国大陆 他们没有把那么重点放在台湾 那当你一旦开始做了之后 他们发现说其实台湾书很好啊 然后一样是中文嘛 然后他们也很喜欢来台湾观光 你觉得台湾什么样的书可能比较有钱呢 哪一份型的书啊 大部分还是非小说 然后有几类很好啊 他们最近很喜欢这种哲学普及的 比如说谈庄子 台湾有一本书叫 那个台大的中文系的教授蔡碧明 写的那个正式时候谈读庄子 然后他用有点漫画的方式去解读庄子 这个书就韩国就我们就卖掉了 卖了蛮高的价钱 那还有像是谢哲青写那个超写浪漫 这种知识性的书他们也喜欢 就有点普及性的像你说的 对那因为他们去年 他们有一个作家叫韩江嘛 得了那个国际曼布克奖 写了一本小说叫素食者 讲那种就是女性在韩国社会里面 被父权压迫 然后抵抗的这种故事 我们后来就推荐他们评录写的黑水 是根据那个妈妈嘴事件写的小说 那也是有点碰触到这个议题 所以他们也买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那个韩国市场是蛮大的 所以你觉得韩国市场是一个挺有潜力的市场 对 那么在这个整个的 你说要从事这个版权 买卖的这个过程 能够让台湾的书推广到世界去 主要的你们还是会从亚洲的市场开始推起 对因为东西方文化差异还是比较大 所以很多书其实是他的亚洲型的通 但是到欧美不容易 比如说武侠小说或是历史小说 这种东西就泰国人可以看懂 泰国人其实很爱看各种历史武侠 还有出版社专门在做 那可能韩国其实也OK 但是你要到西方 就像我们其实不看欧洲人写的历史小说一样 因为那个背景太陌生了嘛 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 但比如说他们可能根本不懂三国是什么 那我们三国根本不用讲 你可以拿三国来当这个素材 然后变各种花样 都不用去跟大家讲这个背景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 OK 那么您参加过很多的书展 这些书展多半都是民间自己办的吗 其实是 大部分会有所谓的书展公司 或者是专门做商展的公司 像刚刚讲到伦敦还有美国书展 它其实就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 专门办商展的 一个展会公司它办的 那我觉得一个比较有趣的例子是 墨西哥就是西语世界最大的书展 叫瓜达拉哈拉 然后它是由瓜达拉哈拉大学主办的 而且它居然还很赚钱 所以我觉得很厉害 那我觉得瓜达拉哈拉的状况 跟香港有一点像 就是说墨西哥买书没有那么方便 所以真的很多人是一年去 还是一样要到 那墨西哥很大耶 要跑到这边来啊 对而且 瓜达拉哈拉因为 因为其实墨西哥的出版重镇 应该是在墨西哥市嘛 那一开始他办这个书展的时候 很多人都觉得 不会成功啦 因为大家都不在那里嘛 对 结果后来一个意外的收获是说 就是因为他不在墨西哥市 所以墨西哥市的出版人都觉得说 借机去度假也不错 是好浪漫 我在墨西哥市待得很烦了 那我这样我还可以出差 然后去那边吃喝玩乐一下 所以反而意外变成一个 大家很愿意去 不愧是拉丁美洲人 对 OK 所以说 基本上 你看到各个城市的书展呢 它其实不只是帮这个城市打响知名度 它其实也是 等于是一年一度的一个盛会啦 那么也帮这些出版商 然后也让很多人 其实是因为这样认识这个城市 或是特别来参加这个书展 对 就是你城市的本身的魅力嘛 你比如说 就以台北为例好了 我们认识很多 比如澳洲的出版人 因为这个很好玩 对澳洲人来说 台北其实是很近的 相较于欧洲 对呀 其实很近 它只要搭12个小时就到了 对对对 那他们来的就超喜欢 觉得说可以按摩 可以吃顶太风 东西好好吃 然后天气又很好 对 所以其实就有很多澳洲人 是每年每年这样来 就会来 那澳洲就是 它是英文的嘛 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这书展就是 都是展台湾出版的书吗 对 然后有外国来的书商吗 没有 他们就来看 也是有 也是有 但是比较少 比较少 那么我们很少 澳洲写的书比较少 相对少一点 对对对 OK 那他们来 他们真的会买一些台湾的书回去澳洲卖 他们是来卖的 他们来卖他们的书嘛 对对 那我觉得一开始一定是说 你要让外国的版权的卖家来我们这里 觉得这里有市场先来卖嘛 因为我们本来就会翻译各国的书 我们本来就会买 对 的书买他们的来 对 所以说让他们来卖给我们 对 然后我们再把我们的东西卖给他们 对对 我觉得第一步一定是说叫他们来卖 让他们马上有钱赚了 而不是说你马上来买我的东西 要觉得说你东西又不是 我又不熟悉 又不一定有市场 我为什么要大老远跑来 对 对 那另外一个要让他们来的一个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就是出钱 邀他们来 那这个事情很多国际上的书展都在做 就是说等于是邀请国际访客 是是是 比如说像最有名的是那个 沙奴地阿拉伯有个叫沙迦 其中一个公国啦 那就你要不成蛋 然后但是他们非常非常有钱 然后他们的大工就是觉得说我要搞文化 于是他就在每年的11月左右 还是11月初左右搞一个书展 然后呢他要100多个国际的版权人去 然后呢都是什么商务舱什么什么去 有钱啊 超有钱 然后甚至说他还说 你们只要来在我这个地方 书展两个月内版权成交 不管你是什么语言 我都给你补助 于是就很多人说 那台湾也要赶快去啊 对啊 很多人就会说我们法兰克福其实讲 法兰克福是10月嘛 比如说我们两个在法兰克福见面 你要跟我买一本书 我说我们先不要成交 我们去那边 对对对我们去那边 然后吃喝完乐一番 然后过两个月你再跟我买 然后还可以拿补助 对啊多好啊 但是你就去了嘛 对啊 那你有钱就真的是 这方面是好办事 他现在变成就是 每年就是一百多个人去 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去那边很好啊 又不会那么紧张 然后又可以做生意 然后又可以 那他这也算是一个专业的书展 而不是开放大众的 我没有去过所以我不知道 我猜可能也是有一些大众 但是主要应该还是偏 那个大工想做的应该是偏商业展 对就专业的书展这一块 所以你看他其实可能根本没有什么内容 但是他把全世界的人都找去了 于是他就有版权的这个贸易了 这个是我觉得蛮 久而久之也会在那边形成一个 当然是需要很多钱 对啊 那台湾的书展是由谁在负责的 台北书展 也是四人 台北是台北书展基金会 那他是由很多主板社共同组成的 然后文化部 文化部等于是每年会有 辅导 应该是补助吧 补助蛮大的一笔钱这样 OK休息一下我们再回来 我是郑立文 在我们现场台北2050是光磊国际版权公司的创办人 谭光磊 你很年轻耶 那你怎么会去 你怎么会去那个搞这个版权公司 所以你自己本身也是在出版界曾经做过 然后我听你讲说你还有当过翻译 你翻译什么文 我翻译英文翻成中文 翻译过那个《冰与火之歌》 那个西湾小学 以前大学的时候因为对这个有兴趣 所以就跟出版界做过一些相关工作 做过书店 然后做过编辑 然后也做过翻译 那都觉得蛮有趣的 但是好像不是完全适合自己 那04年的时候就有朋友介绍到一个版权代理公司 然后觉得说这个工作我很喜欢 把外国书介绍进来 然后那当然做了几年之后 开始把中文书也介绍到国外去 所以你就自己创了 对我是2008年出来创业 所以你挺年轻的 那么在这个台湾的出版业 我刚已经讲到了 是非常辛苦的在维持 那我们看到很多老牌的书店 一个一个都关起来了 然后呢 这个出版的出版业真的很惨淡 台湾人真的是这个书的市场越来越小 越来越萎缩 这个读书的风气越来越不好 本来就不太好了 本来也没有特别好 对啊 本来书就在台湾就很难卖 台湾人不爱看书 为什么啊 好奇怪 我们不要跟欧洲的国家比啦 因为什么法国英国的人 他们都好爱看书 对 那如果就以我们邻近的国家来比较呢 也不要跟中国大陆比 因为中国大陆他们现在还是挺爱看书的 如果说我们跟什么新加坡 韩国日本比呢 我觉得跟日本比应该差一点 日本的亦通信应该比我们好 好一些 韩国倒是未必 我觉得其实现在受到这种手机网路 冲击的应该 我觉得大家都差不多啦 真的 那我觉得台湾有一个很大的 没有转型的 那个是说现在电子书还没有起来 对 因为就是发展了这么多年了 还是很多出版社觉得 这个市场不成熟 所以我不想要进来 不愿意进去 那其实是很可惜的嘛 因为你不进去 他就不可能成熟啊 这是一个机商难难生机的问题 所以台湾的出版业有在抗拒这件事啊 有一些出版社还是蛮抗拒的 有一些出版社就是他觉得说我们要来尝试 因为我看国际很多的书都可以download 我老公一天到晚在download 电子书 我每次说要买一本书买什么书 他说我先来看看有没有可以download的 那因为台湾很多人 看电子书读者 他最大的抱怨是说 我不是不花钱买哦 我为什么不想买书 第一个原因是家里放不下啊 所以我想买电子书嘛 可是当我要买电子书的时候 我去看金石糖或成品排行榜上面 可能前一百名的只有十本有电子书 我要看了看不到啊 那我怎么办 那我就不买嘛 于是这不就恶性循环嘛 那很多出版社觉得说 电子书出来会侵蚀我纸本书的市场 就不要傻了 你电子书不卖 你的纸本书也 市场也在变小啊 那你为什么不想想 有些人其实是他可能只想看电子书 甚至是他可能是在大陆工作台商啊 200万人 那这些人是买不到繁体书的啊 他到之后就是被迫去买简体书 你为什么不提供一个他可以买的管道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是海外华人 这也超多人的啊 对啊 你看美国北美 光是美国加拿大多少华人 都买不到书啊 你为什么不去想说 这个是你以前rich不到的市场 你以前用外销的方式非常麻烦 又贵 那你现在他可以用等价迅速就买到 为什么不做这样 就是啊 所以我们其实也要思维更灵活化一点 就我觉得要想新的出路啦 就是你传统的市场开始变小的时候 你就要想一些别的市场 而且书是不是都要越做越薄 太厚的没有人要看 其实你做的电子书就没有差了啊 电子书你就感觉不到那个厚薄了啊 所以电子书说不定 你卖厚的书 读者还高兴 要觉得划算啊 对啊 我一样花200块 买的是500页跟200页 买书厚薄是因为这样啊 不是因为怕看不完啊 我觉得可能都有吧 多少都有啦 因为确实 不是看到书很厚 有的人就会很害怕 对他觉得说 我第一个我拿着也不方便嘛 然后第二个觉得看不完嘛 对啦 但你如果电子书就是没有感觉啊 你买来就看了 没错啊 说不定你就看完了 那这个您参加过很多的城市的书展 以亚洲来讲除了很有名的香港书展 每年都破百万非常大的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盛会之外 还有哪些国家的书展 你会觉得比较值得介绍给大家 他们几年前开始推行图书定价制 图书定价制就是说 对对你不能 不要乱打折 你打折只能比说5%或10% 那于是读者就觉得说 我干嘛要花钱买票进去买 跟在外面一样价钱的书 对啊 于是就不去了 多了门票钱 所以他们就越来越小 那你这样一比你就觉得 啊台北书展其实还不错啦 真的 其实人还是很多 你真的跟那个一比 小猫两三只 我真的吓到耶 我觉得说韩国怎么会这么少 然后问了很多 可能韩国业者 他们自己都懶得去啊 是哦 比如说那又那么远 在将来 所以你对他印象深刻 是因为他特失败吗 也不是失败 就是说 呃 对你可以这样讲 就是说没有想要 以为他 想说你们在干嘛 这样子 对但是他有一个很不错的 呃一个做法是说 他每年会花钱请外国主板人去 有类似邀请计划 是是是 他 而且我觉得特别聪明的是 他其实不花力气 在招待这些人上 他就是说 好我帮你出机票钱 那你自己买旅馆嘛 旅馆你自己付 然后 这些人怎么决定呢 是要让韩国出版界的人来提名 嗯哼 那基本上 你会去提名一个外国人 一定是你跟他认识 而且你们可能是做过生意 是呃 是你的客户 或者你们好朋友嘛 于是当这个人来的时候 我一定会接待他了 就接待了 所以他书展官方 他就很轻松 他不用 不用去管这些人 自然会有人带他们去 吃吃喝喝东西 那这个是很好 但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 就变成这些人来 有点松散啦 嗯 因为你看这么多人来 应该是他们彼此 你要有一些 也要有一些横向的 横向的 对或者说 带有一个组织一些 让他们去参访韩国市场嘛 嗯 而不是说来了就 就是鸟寿散 换豆吃草 对 那这个有点可惜 嗯 我觉得这个是 其实是 如果说我们要做类似的活动 我觉得是可以加强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台湾现在很少这样子 呃 我们好像没有像 那么大规模的花钱 请这么多人 好像就只有象征性的 说今天主要 今年的主题是什么 请 对我们比较像是说 今年好我们有一个 假设什么编辑论坛 哦 国际版权论坛 请五个讲者 是 好那请他们来讲 哦 那请他们来讲 可能也不会有太多 说我带你去 是 什么的活动 那就只是 只是来讲 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邀请来的人 比较不是在拓展市场 而只是迎合主题 因为这是一个大的event 所以我们透过这个主题 当然这些讲者 可能本身也是在这个市场里面 是啊 当然 对 他来确实 他来的那个目的是 我是来一个 对啊 因为这个主题 我不是来做生意 对这是一个大的活动 对 那所以台湾的这个 所谓的国际化 跟国际的视野舒展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到 因为它是个产业 对 这个产业要维持下去 就是它一定要有输出嘛 它一定要能赚钱嘛 不然怎么养活人呢 你最基本的诱因就是说 让别人觉得来这边 能够赚钱 对啊 那他就愿意来了嘛 是啊 那所以这个市场就要怎么样 因为台湾先天上 我们就只有两千三百万人嘛 的确人就内需市场来讲 可能规模不是这么的大 但是你要怎么样能够让它国际化 然后再加上文化上面 就会有语言的限制 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那么你除了华人社会之外 就像你说的 怎么样能够透过翻译 把它介绍给 起码是大家比较临近的 比较熟悉的亚洲文化圈里面的国家 那么尽量把这个东西拓涨出去 否则的话 台湾的你势必输输输的市场 一定是不断的萎缩中 对而且我们又是老龄化 然后新生的人越来越少 读者其实是在减少的 因为人口减少 老人家不是会比较喜欢看书吗 不会 因为年轻就没有在看 老了也不会看 这我就不知道了 本来就是这样 没有那个习惯 老花了快看得更辛苦 对 所以你看还要发展有声书 有声书也是我们完全没有的 当然这个可能跟 我们电台有在做啦 因为国外的 加减 你说美国他们可能开车通行时间很长嘛 开车在车上停嘛 一开开两个小时了 对 对那我们没有嘛 我们通行 距离很近啊 对 然后大部分如果你有大众捷运系统的话 也不方便 但是话说回来啦 你台湾我相信搭捷运转公车 每天上下班各一个小时的人 还是多的是 你可以在车上看 你一样可以听 我跟你讲我每天坐捷运来电台 我从来没有看过人有在车上看书耶 都在玩手游看剧啊 对啊我觉得好吃惊哦 对啊 因为以前 很少在看书的 对啊因为以前 我不管你在伦敦还是在纽约 大家都在看书 对啊我在台湾的捷运 我没有看过有一个人拿书出来看耶 他有可能是在手机上看啦 那你看不太出来 但是真的你看他在看手机的样子 大部分都是在玩游戏或是在玩啊 或是在看剧这样 对啊 或是传烂 是啊 所以就本来就很少在透过通以前 不要说现在有手机 以前坐公车的时候干嘛的时候 坐火车的时候 也很少人在火车上看书啊 对 对不对 如果我每次坐火车 你或坐高铁 在看书的真的很少 在车上看书的很少好不好 都台湾 就这样 这是一个最好看书的机会 也没有人要拿书出来看啊 对不对 对 所以 没有啦 我今天这个请你们来 是希望要加油 不是要打击的 我觉得接下来可以讲那个大陆的一些书站 是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就要问这个光磊 那么现在因为大陆的这个 大陆出版不得了 他们的那个规模 哇塞 那人口真的是人口红利啊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是郑立文 台北2050 在我们现场是光磊国际版权公司的创办人 谭光磊 不管怎么样 你不能够想象说一个是一个社会 像台湾像台北这样子 我们以一个非常高度的文明的发展的 开放的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头 那么书正在极度的萎缩当中 这是一个很难想象的 因为我我已经讲过太多次了 成品就是就是一个卖书不赚钱嘛 就是这样子 他是靠书来吸引客人 对 那其他只卖书的书店 你看怎么活 那么台湾人不爱看书这件事情 在面对这个网路的手机的社会 冲击就更加的严重 但是我总是希望台北2050的时候 不是没有人要看书 这是不是很恐怖吗 那么到底该怎么办 那么这个书展呢 又应该要怎么样才能够活化 刚才提到就是说 想要请光磊继续提的就是大陆 我刚刚讲大陆呢 就是反正树大就是美 这么大的一个市场 哇塞他们做出版的 哇那不得了啊 那这个台湾全是没有办法比 所以大陆的书展怎么样呢 大陆传统上来讲 大概有三个书展 里面有一个比较新 比较最多大家提到的就是北京书展 那北京书展是每年在八月底举办 然后呢是 比较官方性质比较浓的 他们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把它打造成 亚洲的法兰克福 所以他从他一开始的定位 就是一个专业展 那就是说号称 就是说我们就是一个版权买卖 他说他是一个专业展 对但是呢 其实一开始中文版权输出是很难的嘛 所以大部分老外来都还是来卖版权 不是来卖版权 那他这几年大概从2010年吗 还是11年 反正搬到非常非常远的郊区 是一个新的国展中心 说他新其实也有点文字馆的感觉 然后那附近非常荒凉 想说反正没有要给大众来嘛 对 但是对于专业人士也很不方便啊 你除非去住那种机场旁边的旅馆 所以你每天 这么远啊 对但是因为你每天书展结束之后 你的活动社交酒会 你还是要回到市区 所以就是那个文字馆盖的不好 所以你还是住在市区 然后你每天要 你北京的交通很可怕 很可怕 北京是一个我觉得设计在就是新的设计非常失败的一个大都市 交通真的很可怕 好糟糕哦 那他还有一些很奇怪的规矩 比如说他五点是准时闭馆哦 是警卫会带狗来赶你那种哦 关灯哦 他不是像 你像我们去德国反而克服输展 你在展馆里面开会开到七点 那你想想看一个会半小时吗 你立马少了四场会哦 对 那你就觉得我一天去 然后 好不容易才到那里 然后一下就结束了 不让你开会这样 然后他的以前 现在没有了 这几年好一点 以前他还会第一天都会闭馆 让一个长官来视察 哦 因为要视察嘛 安全起见 所以他进来看的时候 那两个小时就是 只能出不让进 那有些人就是说 有些老外都不知道嘛 说我中午去吃个饭 哎 怎么就进不去了 然后就在外面罚站 而且又非常荒凉 没出去 然后在大太阳下罚站两个小时 很多人都很抓狂 很崩溃 对 就是他很多这种措施上 其实是很不便利的 但是为什么每年还是很多人去 因为没办法 他市场就这么大 对 那所以其实相较于这个 台北苏丹其实是很有善 然后很舒服的 其实是基本上老外来都很喜欢的 那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优势啊 我们要把它发挥这样 那上海书展呢 上海书展是跟北京就刚好相反 它是纯粹的零售 哦 它就是完全是开放民众 像台湾这样 对 有点像台北 那他这几年做的特别好的是 他会请非常多的作家 去办活动 不只是中国大陆的 还有台湾的 还有国际的 国际的 现在越来越多 那上海跟北京以前 都有点互相打对台 那现在就是有时候觉得说 既然要找作家来 那你都来了 对啊 就两个一起去嘛 所以其实两个 苏丹以前是隔比较远 现在就是变成是 这周是上海 下周就是北京 然后那样的话 作家来了 我就两边都可以做活动 对啊 我听到很多台湾被邀请的作家 都这样讲 一次去两个 对啊 就是觉得说既然来了 他们也会说 那你就顺便 就每个地方都说 那你顺便来我 那你顺便来我 那大陆很大 我告诉你 走一圈不得了啊 那上海这几年最为人称道 其实就是作家 活动这件事情 那买器也不错 然后各种签售这样 台湾区的作家都觉得 哇塞 这辈子没有遇过这么豪华的待遇 对对对对 说哇 那个排一千名 一千人 对 简直是好莱坞明星的 那我觉得多少有一点 就远来的和尚会念经 觉得很稀罕嘛 所以觉得 当地读者会对于这个 比较新鲜 然后回到台湾之后 就没有人要理他们 对 回台湾去书店办活动 就是来十个人这样 对啊 就觉得好嘻嘻哦 然后 这种你对于写作的人来讲 动力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因为你在写的时候 你总是要有动力 要有个对象 你要想象你是写给谁看 对 没错 你要想象写给谁看 然后你在越写越写说 我在写这干嘛 台湾人就没有人要看了 写写自嗨的这样 对啊 就是很挫折 我觉得 那上海从大概 三年前吧 开始就办了一个上海童书展 那他基本上也是 比较是偏专业展 然后他是在每年11月嘛 那就是因为 中国童书市场才太大了 所以很多老外会去 然后又去就觉得说 我能够卖钱 然后上海又是一个 他就在市中心办 哦好玩啊 所以就觉得比北京好多了 然后呢 加上那个他们找来的 办展的那个是 就是办伦敦跟办 不是办美国书展的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 西方的有经验的 这种商展中心 那上海出手 所以整体来说 评价就很好 所以三四年立刻就成为 就很快就变成国际水准 等于是说 春天是波隆纳嘛 波隆纳的童书展 然后那冬天就是 就是上海的童书展 而且他们现在为了小孩子 花钱是不手软 对真的不手软 虽然 而且他们现在又开放二胎了嘛 对啊 所以那个市场更是蓬勃了 那么台湾的出版业 要到中国大陆去 还是很困难 因为基本上 他们基本上还是管制的很凶 那以前胡锦涛的时候 是基本上放牛吃草 不管的啦 现在这个细分不一样了 管的可多了 连中国大陆他们自己 因为也没有一个原则可言 到底是什么 是竞技什么 是不竞技 也没有人知道 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其实都是在摸索 对啊 而且里面很多我听了 其实也不是什么政策 他们也不知道政策是什么 有的根本就是互相看你不顺眼 或有人嫉妒羡慕 你就给你打小报告 那处理人就觉得 哇我不处理也不行 对 或者有时候其实是揣摩上意 对 对对对 对这个也很严重 然后就无限扩大 对因为你平方大嘛 你从上到下 可能有十层的这个人 里面有哪一层人 觉得说上面怎么样 然后应该怎么样 你就完蛋了 然后如果说别的城市 或是别的 他是用了一个比较严的标准 而你没有的话 你可能也有危险 所以就会有一种 很奇怪的效应 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 台湾的出版人是很辛苦 是因为市场不好 对 但是呢你去看看 你跟大陆的出版人交往 觉得说他们也很痛苦 他们其实比我们更苦 他们现在很痛苦啊 对 他们第一个是说 你会觉得他市场很大 市场大没错 问题是你为了要做 因为那是一个比较 恶心竞争的市场 你为了要畅销 你要做出来的各种让利 折扣 割喉战 可能就是你其实卖书 是卖了看似卖了很多 其实你是赔钱的 或者说你是赚的非常非常的少 但是你不得不这样做 因为你如果不这样做 你就 你如果不让那个折扣出去 你就做不了畅销书 是是是 然后再加上中央各种 奇怪的管制 你看之前不是有什么 禁韩令 限韩令 对啊韩国 就突然来一个 然后你是韩国书都不行了 这样子 你完全无所适从啊 因为那台湾的书要进攻到中国大陆的市场 通常要注意 通常他们会比较喜欢什么样的台湾的书啊 你知道吗 就在大陆里头 除了这种有政治竞技的是不用讲的 对那种就根本不要去想 对啊那种是不用想的 我觉得其实还是很多非文学类的 像生活书 生活书像 生活书或是 科普 像我们最近经手了一本 叫做给我看你的手杖 手杖啊 手杖 笔记 笔记本 手杖 日本不叫手杖吗 就是所谓的手杖达人吗 他会在自己笔记本上画的很漂亮啊 什么什么 那这本书是很有意思 是台湾出版社他的一个企划 他在Instagram上面找了各国 十个国家 他就是手杖达人 然后呢找他们来 等于是秀你的手杖给大家看 然后合集说 你看这个书 全世界各地的手杖达人 他们手杖是怎么画的 瑞典的人怎么画 西班牙怎么画 阿根廷怎么画 菲律宾怎么画 那这个书我们就卖到大陆 卖的价钱也卖的蛮好的 然后还有之前有一本叫大脑简史 是讲科普的嘛 讲大脑的 这个大陆也卖的很好 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市场确实是很大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 在最后的时候 你还是希望就是台北的书展 能够在面对这样子的现实环境的时候 能够往这个专业的转 那往专业的版权 基本上就是要国际化 要把它国际化 然后把我们的市场扩大 因为内需市场不够 你就要变成是要去积极的拓展 外面的市场 说穿了就是赚外国的钱 是 这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好今天非常谢谢光磊国际版权公司的 谭光磊老师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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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